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敦促阿富汗人参与星期四总统及地方议会选举投票 潘基人的发言人发表声明说 所有的阿富汗有资格投票的男女都应该通过投票再次确认他们致力于和平与繁荣 与此同时一次新的暴力攻击星期三早晨震惊了首都喀布尔 警察开枪打死三名武装人员 这些人袭击了距离总统府大约一公里的一家银行 目前仍不清楚这些武装人员的身份 塔利班发言人宣称发动了这起袭击 他们告诉各个通讯社说 这是计划在选举前夕发动一系列袭击的一部分 然而阿富汗内政部长说 这些人可能只是银行抢劫犯